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招摇一段禁书 奈何都专心以我全看透 在一卷追寻生命的场合 莫尽的卑微又是悟空 就算胜不欲但侧月 要但风云变色 遥遥云归系 拼东西八旁风雨一幅各帝国 日不落 强盛平旋律 何以心动寂寞 真情欲获争气 明知莲花掌握 江湖难忍错 谁晓得该怎么说 固执和洒脱都唱过 你改天地愿意找一世的传说 深思客 身间震荡 飞传说 他静脉已经能够自如运转真远 看看成果如何 星尾 精须 师妹好身手 只可惜竟然跟这些凡夫俗子混在一起 凡夫俗子也比你这不三不四的强啊 看什么看你这个变态 师傅 怎么样 厉害吧 厉害厉害 我当然知道了 都可以师傅的福了 谢谢师傅 今天在场所有的损失 本小姐买单 你怎么跟唐三十六一样 胡乱花钱 打跑了坏人开心嘛 你不开心吗 师傅 开心 师傅想吃什么 我什么都想吃 有你什么事啊 师妹 来 秋山师兄 伤势恢复得可好 有劳师妹挂心了 今日 我特来看看师妹 哪里 师兄不顾安危 为我寻找暖仙兰 有容感激不尽 师妹总是那么客气 听莫宇的属下回报 魔族探子 最近又在神都 活动得很频繁 那就让他们 放马过来吧 我正好可以杀个痛快 那师妹 既然现在可以偷闲片刻 我想 拜访一下徐福 不知是不是方便 我要入宫 向圣后复命 不打算回去 是吗 那既然如此 就改天再拜访吧 那秋山先告辞了 你童年的那段往事 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什么 只不过是一段过去的往事 你可知道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如果你一直这么犹豫不决 我自由分寸 你的功法 只能对真龙血脉动情 除此之外 一旦对其他人动情 不仅功法尽失 而且还会被反噬 是 有容 我知道你不舍 下不了决心 放心 我会替你完成的 就算 你再也不原谅我 陈长生 听说你已经解决了妖族的经脉问题 哪里 只是稍加改善而已 洛洛殿下来神都 就是为了解决经脉问题的 而圣后陛下 一直对此事非常关心 在宫中 有一处寒潭 潭底的岩石 对收通经脉很有功效 也许 能够对你有帮助 我一个国教学院的学生 有资格进宫吗 你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 怎么解决洛洛殿下的经脉问题 听你的口气 我似乎没有拒绝的余地 你为什么会收洛洛殿下为徒啊 我收他为徒 是因为他心诚 和他的身份无关 要想孤名调狱 也要看人吧 白帝夫妇可是和陛下一样 是世间一流的高手 谁会看得上你这个 连洗髓都没有成功的家伙 我只想解决洛洛经脉的问题 没想过那么多 我是该说你太过自信呢 还是自不量力呢 你难道就从来没有想过 你不会成功吗 这里就是寒潭了 怎么 怎么 怕了 你不是很想成功吗 你要是真的关心洛洛 早就派人叹了寒潭了 而且 以洛洛的身份 要是药物能治疗他的经脉结症 身后早就拿给他了 然后呢 你为什么看不惯我 你比我想象中聪明一点 但是这个聪明在我看来 就是无耻 请指教 你为什么欺骗洛洛殿下 我为什么要欺骗他 不然凭你这种身份 他怎么可能会拜你为师 再说了 连陛下都解决不了 妖族的经脉问题 就凭你 你为什么可以解决 也许 我人品好吧 那婚约的事呢 那是我和冬玉神将府的事 和洛洛无关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人品好 所有有身份有地位的姑娘 都得围着你转 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 那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 好 下周园 下周园 那边 在这里 好 就是 行 也许墨语说得对 当端不端 反手起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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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